轎车左转逆向停在巷口 人就这样下车看诊 机车要通行 怕违规逆向 只能用牵的徒步绕过去 不只这样 高雄五甲三路这一处转角 被花盆占满 用路人只能开到对象 才看得清右侧人车 让附近居民不堪其绕 邻居大家都觉得 一位篮球就很麻烦 然后再来就是有跟他们说了 他们就是不移就是不移 觉得说警察来了 你们也没有我都 没有那么啊 没关系啊 记者实际来到五甲三路一二一项 开车右转 花盆的确会挡住视线 用卷尺测量 花盆有两百三十公分高 图里插了牌子 写着医疗专用 红线内外一公尺请勿停车 至于诊所外转角花盆 到红线内的人行道 虽然被画了白线车格 但警方说这是公有地 转角花盆也已经通知环保局 依废清法规定清除 五甲三路一二一项那个部分 是道路推缩 但是算公有地 诊断部分 三个月告发数 大概是在两百件 患者他有就医的急迫性 也请大家多用同理心来看待 也给我们一点时间 去尽量改善他 警方连续开劝导单 一月六号 一月二十五号 限期处理 到现在依旧不动如山 诊所强调会依法配合改善 隔壁家电行也在棋楼堆放冰箱 同样也被检举 我们有合法 租到一百一十六年的十二月底 对 这是公有地 邻居拿出文件证明 骑楼有合法跟国产署 乘租到一百一十六年 车辆多 小巷子难行 围盆在花白线 还有交通违规 引发纠纷 让邻居之间闹翻天 三连新闻诸位 大慧山搞什么的 很好 徒离